看一下我们这个无土栽培的番茄长得怎么样 看一下这种果形 这种果个虽然说不大 但是呢这是数以种数以果形的番茄 这个无土栽培的番茄 如果想让它长势好产量高 包括这个品质好 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除了我们日常的水肥管理 田间管理管理好以外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肥料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前两天有终止后果发信息 就是看到我的视频 以后按照我的视频一步一步去做 但最后长得很不好 那么长不好的原因呢 主要是在肥料上面 像这个以前我给大家说过 就是我们市场上的常规的水溶肥 不能用于无土栽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市场上的常规的水溶肥 不能用于无土栽培 原因呢实际上很简单 因为市场上大家见到的那种水溶肥呢 不能说几乎所有吧 差不多 百分之九十以上 基本上都是蛋林甲 这样的一个大量元素水溶肥 里面中量元素 微量元素 很少很少 即便有 然后它那个种类也很少 这样的情况下 你去采用这样的肥料 去种植的情况下 那么就造成作物缺素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做无土栽培 一定要选择 无土栽培专用的肥料 看到解析了 我不知道 我们做了你们的状态 那么厚